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次 自由中国之声台湾站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徐子韦 这一次呢 我们要来带大家了解 什么是送中条例 还有为什么香港人要这么反对呢 在这一次端午节的这个节目的周末 有许多香港人 他并没有在家里面享受佳节廉价 他们走上街头大声抗争 根据主办单位统计呢 有超过百万的香港居民参与 等于是平均每七个人 就有超过一个人参加 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到底港府是做了什么样的决策 才让港人如此的怒不可遏呢 那这件事情呢 跟台湾也脱不了关联 事情发生在2018年的2月 香港籍的19岁男性陈同佳 涉嫌在台湾 杀害了同为港籍的女友 潘小颖 并弃尸后逃反香港 最后呢 这位嫌犯在香港落网被捕 但是由于呢 这个案发地点在台湾 香港的普通法刑事法案呢 并没有这个相关的法规 而且他们属于这个属地主义 而且台湾呢 并没有这个司法互助协议 导致说香港呢 并没有办法引渡陈同佳 来台湾审理 以及执行杀人的这个罪行 目前呢 只能够以盗刷死者信用卡的身份 来判处这位 陈姓嫌犯入狱 那么最近呢 香港的政府也宣称呢 因为陈同佳的这个假释时间 已经靠近了 而原有的所谓的这个全名叫做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也就是我们后来简称的 逃犯条例 或者送中条例 不包含中国澳门 它是一个法律缺陷以及漏洞 那如果说不及时修正的话呢 香港将会成为所谓的罪犯温床 而通过后呢 香港政府将会以行政长官 就单一案件呢 移交被告 那移交的对象 除了这个所谓的 这一次引发的谋杀罪 以及误杀罪之外呢 也含乖包含贿赂妻入侵罪 等30多项可以判处 7年以上的控罪 那香港政府呢 也可以携奏中国等等地方 没收他们在香港的财产 但是呢 重点就来了 恶魔就藏在细节里面 实际上这个修订案呢 是把法律内容里面的 禁止移交逃犯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规定给删除 也就是变相的把法律 更改为法律 自从香港以后呢 可以单次把这个逃犯 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决策单位 从立法会的立法机关 改成是港府的特首 同时呢 他们宣称 可以把新法用陈同佳呢 把这个用这个法规呢 移交给台湾 也就是说他们实质矮化了台湾的国格 让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范围 以及主权之一 那6月9号呢 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周末呢 香港的民间人权阵线呢 主办了送送中反侧二法的示威游行 人权以及相关的记者呢 遭到了港府的警察强力的驱赶 那隔天呢 港府呢 则是强势的回应啊 相订的修订案 仍会如期举行 那目前预计呢 这个最快最快 大概6月底 就可能会完成三读 那我们从以前就可以发现 就是中国他们从来就不觉得 自己司法该独立 而且只应该为党服务 因为中国本身的司法系统也扬言说呢 他们不会追寻我们世人 所熟知的司法独立 而且要以中国共产党的 这个服务为优先 香港的专人作家桑普曾经指出呢 习近平在今年的第四期的 《求是》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 叫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领导的文章中呢 大力强调党的政策是国的法律 以及新的领导以及指引 而且绝不能够走向西方宪政 三权顶利 司法独立的路 在对外斗争中呢 我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占领法治的制高点 因此中国根本最起码的 这个公平审判和司法独立 都没有办法达到 任何地方都没有向中国移交 或引渡这个逃犯的合理基础 那当然香港也不例外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呢 这个香港自从1997年回归以来呢 社会问题日益的严重 这20年来呢 香港人口增加了100万人 中国单程镇持有人的移入呢 对原来人口的密度就偏高了香港 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对于社会居住空间 各种物资需求 社会福利医疗等资源的需求都大增 造成了族群间的不谅解与冲突 物价上呢也非常上扬 那贫富差距也逐渐的拉大 那近年来尽管中共的意图呢 非常的明显 包含2013年基本法的 这个23条国安条例的修改 2014年特首方案的选制的修改 那上述的这个尽管都很多反对 那也没有达到 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的目的 但是港府呢 仍然会稍微的尊重民意 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 但是在这五年来呢 中共习平上台之后呢 透过了中联办 港府立法会的建制派 对香港言论呢 开始逐步的禁逼 而且拒不退让 透过人大进一步的司法 开始延伸扭曲基本法的规定 例如说让这个非建制派立法委员 被解职 也就是俗称的DQ 那也投入了大量的预算 干预边境 例如说香港高铁通车后 所带来的一地两检等薪措施呢 都逐步影响 香港的独立自主性 那一国两制的这个谎言 终究就是被裁穿了 那这一次的反送中条例运动 除了台湾应该担心 未来会有更多的无辜的 李明哲案会发生之外呢 国际上呢也相当关心 例如说中美贸易战中 也有数个外国人遭到中国逮捕成为所谓的人质 未来呢不论是外国人或台湾人 过境香港都可能被中国要求引渡的风险 而且所以说是西方国家 不论是美国商会或者是欧盟 都罕见的提前表态反对 美国国务院甚至威胁可能会考虑取消 香港独立关税区域 以及国内相关政策法规 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 那这样做呢 不但会损害香港的自由民主 而且也加影响香港的这个国际地位 以及金融影响力 那一旦这个外资大量的撤出 香港内地化将会对香港造成极大的打击 那么我们这边必须要呼吁啊 之前的六四天外门产序 世界各界的这个末世 当时没有给予中共强烈的反弹 那这次反送中 国际社会应该要记取30年前的教训 团结起来警告中共专制政权 如此蛮横硬干 绝对会有极大的后果 以及代价要面对 那面对这样子的暴政 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方法呢 其实呢 早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呢 就给我们相关的指引 他在前一面就指出了 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 抢取夺豪 一成不变地追求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足以证明他只在把人民 放在一个绝对专制的统治之下呢 那么人民就有权利 也有义务去推翻这个政府 而且为他们的未来建立新的保障 因此 面对专制不倾听民意 而且侵犯人权的政权 唯有团结起来对抗暴政 如今港人包围京中的港府 迫使立法会顺言二读的辩论的进行 就是达到所谓的初步成效 而且从战中行动呢 消耗中呢 我们应该从那边学到教训 群众也因此要求立即撤回 否则不排除马上就有进一步的行动 也就是说呢就不要再面临到限制到这个消耗战的泥落里面 那面对这样子暂时性的胜利呢 香港人民能够不能够轻忽 并需要坚持到最后 唯有将民主价值散布回中国 香港人民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自由民主 那除了香港之外呢 台湾以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声援反送中条例 积极警告北京的这个中共当局 若是不顾反对强势通过 各国都会加入抵制的行列 让我们一起撑香港挺香港